要找焦点 我们就从身边的吃喝玩乐开始看起 从生活的经验当中来找投资的亮点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这个暑假忘记要来临了 是不是有很多的吃喝玩乐概念股呢 但我们老说什么日本游戏机 任天堂Switch卖的有多好 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这销售的成绩 早就已经讲了好久好久 我们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从Switch游戏机的热销 能够联想到一些什么 除了任天堂的概念股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其他产业们的说法 比方上是早上的Sousie 被动元件的日电帽 日电帽的动作就有说 宅经济的发酵之下 下半年营运会蛮旺的 而且游戏相关的订单 能见度已经看到10月份 这是日电帽 在游戏上面有特别点名到 好 再来一个就是散热 散热的超重 龙头骨超重 他们也点到说 他们有夺下Sony的大单 所以在接下来的营收表现上面 能够持续看望 也特别的来点到 是不是跟相关的有望 这个Sony等等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在暗示着 接下来游戏相关的 也有一些机会呢 更重要的是超重在因为 全年的营运上面 动作看得蛮好蛮乐观的 他自己也这个有出来要力挺 在股价上面 他们自己也有讲说 会接下来会继续的增加持股 所以这样子看来 是不是从游戏机连串到 这些被动元件也好 连串到这些散热族群也好 下半年不要只看苹果 这些也会是接下来的下半年 早点主流呢 请教到的是亚洲投顾胡玉堂分析师 玉堂你好 午安 厌宁贵投资朋友 大家午安 我们先别管营运前景的消息 就光看超重董作说的 将会继续增持股票 是不是就该跟着抓机会呢 好 没有错 其实刚刚带到的 很多产业围绕在所谓宅经济 尤其邮寄这一块 其实都释出了 很正面的一个讯息 那其实刚刚谈到 这个超重的一个部分 我认为 它是相当有机会 因为第一个它跟日本电 被日本电厂合并之后 毕竟都是日系的厂商 那技术面上超重本来在散热 就是市场上具有领导地位 尤其这次PS5 如果大家有去看它的发表会 或者在市场上讨论就知道 在这一次大家说 为什么这次PS5的主机 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款 当中的这个设计的副总裁 就有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为了散热 因为这是PS5的效能 是用这个AMD的7nm的制程 所以整体的一个运算的一个功率 是非常的高 那就像我们之前谈到 有些电竞的笔电 甚至PC也好 他们想求的也是散热的 一个规格要更高 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 散热也会是在PS5 这次游基机的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图件 那当然这个操纵就有谈到 被点名说 可能很有机会 拿下这样的一个订单 所以说在当中我认为 尤其我们在前几天连线所谈到 毕竟在接下来就当我们联假 那当我们联假回来过后 在迎接了整个第三季 比较具有所谓产业题材性的 下半年能够有拉货动能期 我们的PS5绝对是一块 因为预计来说 时间点还没确认 当时市场的共识 大概第四季会开始销售 所以说在拉货的一个 对零主件来说 这些供应链 应该第三季的一些 整体的产能就会开出了 所以不管操纵也好 或者这次有被市场点名的 6209金国光 因为金国光过去就是 Sony PS主机当中的镜头的 这个主价供应商 所以这一次自然不会缺席 当然因为金国光 在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 前面也算是有 大涨一波了 所以我觉得极短线上 先不急着进场 我觉得先静待它 等拉回量缩整理之后 再请介入 因为毕竟极短线涨步比较高 而且金国光整体的获利性上来说 还没有建造 那另外一家厂商就是 这一次也有新 算是新的一个功能 就是Type-C 这一次它的主机端 就有一个Type-C的接口 那摇杆手把的部分 也是采用Type-C的方式 去做一个充电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过去跟Sony合作比较密切的 在USB的Type-C相关 控制晶片的公司 就是创伪 那刚刚谈到Switch的部分 创伪也有拿到订单 那Sony PS5的部分 原则上没有意外 它应该也是重要的供应链 所以其实从四五月的营收 大概也可以好像秀出一点端子 当时创伪在 先前公布的四月跟五月营收 都分别写下历史高 甚至历史次高的一个水准 那如果说顺着这样的逻辑 在第三期整体的出货 应该是拉货力道会更强 所以对创伪来讲 在昨天是带量过到涨停 今天是出量 那技术面上看得很清楚 第一个五日均线都没有破 那今天是目前看起来 可能会收一根实质线 那毕竟短线上创下波段高之后 多空交战也比较聚烈 而且刚五年假前期 我们今天有聊到有一些 短线创高的股 面临到的卖压稍微重一点 这个是稍微去留意一下 极短线的获利卖压 不过整体的趋势 它是没有改变 那另外一块可能 就是下半年的消费重重 可能还是平过信息 那昨天的WFWDC的一个 推出的一个比较令市场注意的 可能就是在于这个Kaki 智慧钥匙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它当中用的 所有像是NFC的应用 还有这个超宽能的一个晶片 UWB的一个技术的运用 过去就已经采用了 所以当中在这一块 昨天比较真的IC设计的 这些IP厂商 像是比较高价的立望 在今天股价还是续工 另外像是2379的瑞誉 那再来这个今天召开法收 比较低机器的30上的支援 在过去其实在 UWB这一块的一个技术上 他们相关的IP 都是蛮完整的 那如果这一块运用 能够扩大的情况之下 对台系的这些 IP设计供应链 原则上我觉得 在目前整体市场上的资金 还是比较偏爱 IP设计这一块 从高价的慢慢的 带动低价低机器的 原则上应该有机会 在后续性来讲 维持比较良性 健康轮动的格局 是非常感谢胡语堂分析师的解读